男友 你的男友 啥 福宝是第一只 我最不想让回国的大熊猫 国内没有流量的大熊猫太多了 过得很一般 所以爷爷知道流量和人气 才能让福宝以后更幸福 可能这是江爷爷所认识的 在节目中 江爷爷被问到双胞胎和福宝 谁才是最爱 江爷爷非常爽快地选择了福宝 我才知道福宝在爷爷心中的地位 在网上 如果没有爷爷的付出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认识福宝 爷爷的爱会治愈福宝回国的余生 江爷爷不仅用爱治愈了爱宝 还把大孙女从小宠到大 江爷爷真的是用心良苦 福宝是韩国第一只出生的大熊猫 是江爷爷带的第一个熊猫宝宝 在福宝降临的那天 江爷爷说仿佛得到了全世界 爷爷把福宝当作自己的全世界 从小就把福宝当成小公主宠着 在有限的时间里 让他感受到无限的爱 从二百克一点点呵护 养到了二百斤 虽然福宝有时候很皮 但这都是宠出来的呀 谁叫福宝是财发家的呢 我们的福宝是一只善良 聪明 懂得宽容又很乖的熊宝贝 是因为他一直在爱的环境里长大的 希望福宝回来后 也一直能被爱着 幸福着 最后我想说 福宝 不管你在哪里 你永远是我的熊猫宝宝 你是所有医医们的希望 我们永远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